加油 加油 回到熟悉北松山中山選區 國民黨台北上參選人蔣萬安 順道參拜文昌公 接下來會更加倍的努力 在台北市的每一區 積極的行走 蔣萬安的行程跑得比誰都輕 但一談到黃珊珊 至今還未辭去副市長 蔣萬安加大力道先發智人 侯友宜在2018年選舉年2月 就請辭副市長 他沒有藉由行政資源 來跑行程進行選舉活動 借侯友宜開刷黃珊珊 反觀民進黨北市人選未定 無論所大使林家榮 鼎艷揚 也台談北市交通 民進黨沒有一點任何的動靜 這個讓基層非常的焦慮 政國會子弟平點名 衛福部長陳徐中好好守住疫情 北市長先別下 因為有傳聞指出 最快7月初 黨就要徵召陳時中 尊重黨中央的說明 並沒有這樣子的內定的人選 選舉不是只是比這個個人的聲量 其實是要尊重民主的主人 徵召傳聞滿天飛 黨也長調此事為謠言 但林家榮早已場先啟動市政破壞 黨內音隙 衛寶陳時中 還提議要林家榮轉戰新北 只擔心先做又如何 最後變成一場空 他會不會擔心一個不小心一場空 覺得這不會空啊 因為我們參與就有意義 徵召就是要看或聽誰 好像天上掉下來 不操之在即的 我們只能夠祈禱嘛 如果在地有優秀的人才 長期在經營 那我覺得也應該給他們機會 不論民進黨最終派誰 年底北市三卡都 藍綠白緊咬互不想讓 近新聞謝謝方伯峰採訪報導 我可能任教 kä board 我就想坐吧 不聽 不要 ι大 女神宰忍 不聽有人 出雲 威呀 毷不聽